二战前期法国狂炫二头机 英法以同盟国的身份向德国宣战 但在宣战之后 英法却分别做出了一个奇葩的决定 首先是英国 在宣战过后 英国内阁一直在对是否派出远征军做投票 在做决议期间 波兰靠着骑兵跟德国的坦克师对攻 伤亡惨变 而法国也非常奇葩 法军统帅部把兵团拉到了防线边境备手 眼睁睁的看着波兰被摧毁却污动于肿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波兰在两个好队友目光的支持下 宣告灭国 被德军全面占领 按照道理来讲 波兰被灭之后 最该感到慌张就是西欧 而西欧最该感到惊慌的就是法国 因为西欧说白了除了法国以外 根本没有能够抵挡德军脚步的大国 但法国的行为却极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已经宣战了 法国却并不打算先下手为强 在德军调整阶段取得先机 他不愿意主动向德国进攻 英国此时的两支远征军部队已经到了半路 英军当时跟法军商量 咱们至少先推进到阿尔贝特运河防线的位置 这样至少能够制造一个保留战略缓冲点 比原地不动更加能够阻挡德军的入侵 法军一听这个方案 联盟说不 打死也不主动进攻 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是法军认为自己有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 德军是不可能攻破自己的防线 不可能够像一战一样冲入法国腹地 法国当时从上到下都对这道防线迷之自信 马其诺防线始建于1929年 耗费了11年的时间 花了2000亿法郎 打造出一条全长750余公里 覆盖了法国东部全部边境线 拥有5600个永久防御公式的防线 当时这条防线被称之为不可攻破的世界第一防线 大家都知道法国陆军号称世界第一陆军 而再加上这条世界第一防线 难怪法国总理佛鲁姆会信誓旦旦地说 我们的军队在防守方面可以说是呱呱叫 法国一战英雄被当元帅 也夸下海口向英国保证 我们在这一区域完全没有任何担心 只要德军赶来 我们将在家门口阻杀德军 陆军指挥部指挥官 干莫林也发表的类似言论 他说马西诺防线对于法国就如同英吉利海峡对于英国 其实我们总结后面发生的一切 不能说马西诺防线不如法国人所吹嘘的那般强大 主要是因为压根就没有起到作用 但实陈设力还是有的 不然德军也不会强行突破法国的天然屏障阿登山山脉 也不选择从马西诺防线最脆弱的一环进攻是吧 从这上面分析 马提诺防线的的确确是有阵设力的 但仅仅也只限于阵设力 因为再好的防线都只能起到防御作用 并不能转化为进攻 相反 一旦敌人不选择与你硬碰硬 再强大的防御也只是徒劳无功 我们可以看到 德军当时对法国的第一轮打击 便是空袭打击法国的军事基地 飞机场 铁路等军用设施 在动用B集团军军群突袭比利时和荷兰 把法国主力给吸引了过去 德军利用C集团军军群阳光马奇诺防线 但另一边却是货真价实的 利用三个装甲师突袭阿登山脉 等法军在比利时边境回过神来的时候 德军的两千多辆坦克 已经越过了阿登山脉 朝着法国境内的达玛斯和北岸支插而入 由于法军主力被吸引到了比利时边境 从而古德里安的三个装甲师不费吹灰之力 便攻下了法国要塞斯当城 也就是塞斯当沦陷后 德军加快了强度马斯格的脚步 后续还有四个装甲师正在赶来 这一天是1940年的5月14日 也就是说 自5月10日 德军突袭比利时和荷兰后 花了四天的时间就绕过了法军引以 威奥的防线插入了法国境内 也正是从这时起 当德军渡过了马斯格后 直面是巴黎和英吉利海峡 右侧面是英法主力部队面临被包抄 左侧面是陷入父辈受敌的马其诺防线的首军 法国在这一天给英国首相邱吉尔打电话 开头的第一句就是法国输了 法国自己也知道 一旦德军冲进来 那没法抵挡了呀 法国至始至终依靠的信念就是马其诺防线 如今马其诺防线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完全成为了鸡肋 还能有什么办法 丘吉尔得到这个消息后 立马加派了飞机群 但是毫无用处 反而损失惨重 遭到英国国会联名组织再派出飞行队 因为英国国会认为 必须在法国灭国的同时 保留守卫英伦三岛的力量 从古德里安七个装甲时陆续渡过马斯河后 德军各集团军军群开始陆陆续续冲进法国腹底 而这个时候法国热梦终于来临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